菩萨的人,是他修行当中的德行,不因任何缘故,而且自自然然能人。 但是粗修的人不信,粗修的人没有这种认知,常常随着感情冲动,也就是心不清净,尤其现在人,心不气躁。 现在教学难了,我们的学习也不容易,但是真正会修的人,善学的人,现在这个环境对修学是很有利的。 特别是忍辱我了,因为你可以说是,在一切时,一切处,你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都会让你生烦恼。 换句话说,就是你修忍辱的教室,修忍辱的教材,太多太多了。 你从早到晚,你会常常遇到,你能不能忍,你能不能心平气火的对待。 他造作的一切不善,他有因果。 我们能不能提醒他的,最好别说。 为什么? 这个人要能够很虚心,听别人劝的,他真正会改过,你就要告诉他。 他要不喜欢听别人批评他,你就别说。 说了什么?说了他恨你。 不但他不能改,说他怨恨你。 他说你瞧不起他。 这样就戒了。 这样就戒了越主。 所以,自己要有智慧就观察了。 隐隐于有分寸。 对外面境界要看得清清楚楚。 永远保持自己的端正心态。 正义修行。 端正心态是什么? 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 这是真的。 保持住不分别不执着。 就好。 我们的境界就会不断向上提升。 很重要吧。 换一句话说。 今天这个社会,一切时,一切初,一切人,一切死,都在考验我们。 考验你什么呢? 考验你到底是干真的、是干假的。 你要是干真的。 如如如不动,是定的。 清清楚楚,一点都不糊涂,那是智慧。 。 守住。 经典圣贤的教会。 那是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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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干的人,每一天都在这里修戒定会。 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处处,什么环境。 物质环境,人世环境。 通通成就你修戒定会。 所以现前环境。 对待真修行的人,好环境啊。 大幅度帮助你提升啊。 对谢多懒散的人呢,那就是非常不好的环境。 为什么呢? 他会跟着堕落下去。 在环境当中,没有称心满意。 所以满心的怨恨、烦恼、不平。 这个也不如意,那个也不如意。 他走到哪里都不如意。 为什么? 他命如此嘛。 不是说换个环境就好了。 不是啊。 我们永远记住佛陀讲的话, 静随心转啊。 心要好了,到哪个地方环境都好。 这环境非常不好,你去它就好了。 那静随心转啊。 那静随心转的,不是心随近转啊。 冷眼镜上说的都好。 若能转近则同如来。 您就是佛菩萨了。 你能转境界啊。 被环境所转的,这是凡夫啊。 无论住在什么环境 都被环境所转 而今天这个世界的环境 到哪里去找佛菩萨的环境 找不到 全是染污 严重染污的环境 所以不管你到哪里去 越染越深 懂得这个道理 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心清静了 将来慢慢这个环境就清静了 你真正得到暗路啊 安心办到 有几个人护持 够了 将来修成功报恩 就报几个人了 容易解决问题 古人说了一句话 安平落到 这句话讲得好啊 孔子的弟子 引回 就是最好的榜样 安平落到 在佛门里面 许多高僧大德 最后成为一代祖师 你看他在 年轻修学的时候 苦心了 他不是苦心 他就不能既得 得不后 他就不能成就 古人讲得好 后德在我 你的德不后 你成当不了 这个后德在哪里修的呢 就是在人事物环境里面修的 怎么修的呢 人力成就的 不能忍 就没成就啊 那你能忍 你就能成就 六波勒米 佛教菩萨修学的 六个科目 六门工科 六大纲铃都行 怎么说都可以 每一顿里头 都圆满含着其他的 五度 不是叫你一个一个修啊 一修一切修啊 华言经上说的 一节是多 多节是一 修布施 布施要如法 那就是直接不乐 布施要有耐心 忍辱不乐 布施的心 不能间断 这精进不乐 布施不受外面境界干扰 运行平等 成定布施不乐 布施三轮提空 不如布施不乐 任何一度 里面都圆满含着其他五度 别意就特别强调的 佛特别强调的 在六中里头 一个是布施 一个是忍辱 布施 他能够积功累得 而忍辱呢 能够保持你的功德 如果你不能忍 你说修极的功德了 谁修 谁就破坏了 流逝了 忍辱里面 第一个 直接指的对象 成会 你因为成会心 成会心才起来 大臣经里面说 胡哨功德林 你多年修极的功德 一发脾气全上光了 你有多大功德 你就想想 你从什么时候 没发脾气 那是你的功德 早晨发脾气了 昨天以前的功德没有了 晚上又发脾气了 今天一天的功德没了 功德难了 太难了 所以不是修极功德 修极功德容易 保持不容易 这个道理 我们要多想一下 怎样 怎样 真正能把布什这个忍辱波罗蜜 做好 你认真去学习地质鬼 学习感应品 学习十三夜灶 这三个根扎纹了 忍辱就有梗了 没有这三个梗 忍辱学了之后 学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 每一天 脾气和造法 不善的念头 还一样起来 你怎么会有成就